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 其我粉丝团队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我一个忙 请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我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9号 台北股市在今天又出现了一个 上冲下期的区间震荡盘 不过整体表现还算不错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10月起始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10月起始开盘开在22770 跳空开高 开高之后没多久找盘的低点 只有来到22763 然后行情先冲到22888 接着再杀到22686 然后再反弹一段行情上去 整个行情就是一个上冲下洗 上冲下洗的区间震荡盘 当冲区间有202点的行情 那行情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行情从开盘直接涨到最高的这段行情 有100多点的行情 第二段行情更大 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有202点的行情 如何把这两段行情变成钞票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一开盘 其实每天的开盘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开盘价的方向会决定你的第一批交易 如果开盘第一批方向你做错的话 后面绝对会手忙脚乱 而且你一定会慌 因为当第一批单做错的时候 你的第二批单接着就开始出现 焦虑或者是慌张的这种情绪出来 于是很多投资朋友就会开始乱冲乱做 很容易赔掉大钱 因此我每天一直强调 期货最关键的永远都是在开盘的那一瞬间 开盘那一瞬间 如果你不能立即做出正确的判断 判断出正确方向的话 那么你就很难掌握到第一批剩机 很难掌握到第一批剩机之后 你后面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所以如何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就很明确的知道 开盘虽然跳空开高 还是可以直接做多 这个是有技巧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当然今天的台北股市 在昨天跌了91点之后 今天台北股市又继续的涨了100多点 后市到底怎么看 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我个人的看法 那讲到台子期的当冲操作 我讲过了 每天一定要观察一下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 代表多方控盘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下 代表空方控盘 还要再观察一下台子期开盘 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非常重要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台子期第一分钟成交口数 如果超过2000口以上 那么开高爆量的情况之下 是绝对不应该做多的 如果说开盘的第一分钟成交口数 低于2000口的时候 就代表说今天的开高 并不是真正的高点 就可以直接做多 这个方法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年 那么到底今天这个方法 有没有效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加权指数今天的现行 从现行图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加权指数开高的时候 只有开高26点 不过开高之后 就直接在五日均线之上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多方控盘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 加权指数开高26点 在五日均线之上 多方控盘 10月其实今天开蛮高的 开高几点192点 但重点来了 他虽然开高192点 可是他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 所以代表说今天这个开盘的时候 基本上 开盘虽然开高192点 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高点 真正的高点 一定还有更高的一个价位 所以这个其实一开盘的时候 你如果学会我这个方法 开盘价其实可以直接做多 那么当然 如果说你能够直接做多的话 今天早上第一笔单 你就可以顺利的拿下100点 没有问题 那如何掌握到这个高点转折 基本上等一下我们的实战操作 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么当然 接下来行情怎么看待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台北股市 这个技术现行的MACD来观察一下 目前MACD的状态 还是属于一个 MACD黄金交叉的状态 而且我讲过了 现阶段已经站上了22500点 而且这个K棒也都在所有的均线之下 这是一个标准的多头格局的一个均线排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第四季的行情我认为 我认为仍然大有可为 甚至于我认为在年底之前 有可能会越过24416这个历史的高点 所以在这里做股票的投资朋友 我再强调一遍 第四季的行情你记住一件事情 有操作股票的投资朋友 记得一件事情 在第四季的行情里面 你可以遇到大跌的时候 特别去大买股票 绝对不要怀疑我所说的这句话 第四季的行情 都是台北股市表现最佳的一季 如果你敢在大跌的情况之下 去买股票的话 你就可以大减便宜 那什么又叫大跌呢 我其实在昨天股民开讲当中 我跟大家讲 只要跌幅有超过250点以上 你就可以勇敢的进场去买股票 绝对不要害怕 也不用担心 因为第四季的行情 往往都是很漂亮的行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MACD的说明 MACD现在柱状体在临轴上方 MACD跟DIF形成所谓的黄金交叉 多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可不可以做空 可以 但是空单只能够短线 或者是当充操作 不要随便的去留仓空单 风险很大 那现阶段的KD指标 介于20到80之间 代表说现在的大盘 其实还是会走一个区间震荡 但是是比较震荡偏多的 那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支撑点就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支撑点慢慢墊高了 因为这个月线季线的支撑点 已经慢慢的墊高了 那我们看一下说明就可以了 KD指标的K值 D值 RSP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 大盘区间震荡 支撑就观察22000点 22000点没有跌破之前 这个大盘仍然 还是多方的一个架构跟格局 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我说过了这份资料 我们每天早上 都会分享给我们群组里面 5万多个好朋友 我们现在群组有5万多个好朋友 那如果说投资票 你也喜欢这份资料的话 欢迎大家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 并不需要花钱 只要你愿意加入 结帅的购物企 或粉丝团Lite 你就可以每天看到这份资料 那现在手机呢 就可以拿出来 扫描图卡中的QR Code 我头顶上放一个QR Code 可以直接扫描 加入Lite 加入Lite 或者透过ID 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加入Lite 每天你都可以取得这份资料 那但是记得一件事情 第一次加入好朋友 如何快速取得我的资料 只要你简单回复888 888三个数字键 只要一旦输入之后 我们就在一秒钟的时间 把这份完整的资料 一秒钟的时间 传送到各位 你们私人手机的Lite里面 你们就不用在那边找来找去 也不会说看不到 所以输入888 是最快的方法 那另外一点 我也会在每天早上9点半 把这份技术分析的资料 贴在我们Lite 对话视窗右上角的记事本里面 那贴在记事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希望我们群组里面 5万多个好朋友 都可以在早上9点半的时候 看到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那看到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9点半大家都同一时间 可以看到就很公平的嘛 好 那所以大家呢 欢迎关注我的记事本里面 每天更新的资讯 那么好 到底学技术分析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讲过了 以学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其实你只要学好它 像杰帅学了30年 行情我从来都不需要 去用猜的方式来判断 我都是相信技术分析 因为技术分析 只要你学会了 基本上你的胜率 就可以高达八成以上 以今天行情来讲 开盘到底可不可以做多 当然可以做多啊 因为开盘的时候 虽然跳空开高192点 但是它并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 今天的期货 你会看到第一分钟成交的口数 竟然不到1000口啊 那所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当然要在开盘的时候 直接去做多 抢一段反弹 然后再抓到这个高点 把多单卖掉之后 再放空下来 那当然啊 你可能会说 老师啊 你是分析师 你当然要学技术分析 但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啊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事业家庭要照顾啊 那我们怎么可能像你一样 每天都在学技术分析 所以我说你要来找我嘛 如果说你本身 想要在金融市场里面赚到钱 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又不够的话 你当然要找一位专业的人士 来帮助你 让你能够 在这个市场里面 成为一个稳健的赢家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杰帅有没有带会员做多 你看一下8.53分哦 今天开盘开高 但是没有爆量 所以我们早上先做了一趟多单 各位看一下抠讯哦 10月7时目前的报价 22818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做多两口大台子 这个全体会员 今天都收得到这通讯息哦 我们所有的简讯会员 今天全部在22818 多单进场 那当然一笔单 至少要做两口大台子 才比较有这个绩效 这个价差也会比较多一点 好做完多单之后 我们都知道行情冲到22888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多单出掉 否则很有可能就停损出场 那结帅带进到底有没有带出呢 各位请接着往下看哦 这笔多单进场之后 来到了8.54分 我就提醒我们的会员朋友哦 市价多单 不管你成交价位多少 建议短线操作22845就停力出场 今天这个多单 我做的比较保守的原因是因为 开盘的时候已经跳空大涨192点 所以这个多单我做的比较谨慎 就短线操作 小赚我就给他出掉了 我们看一下8.54分哦 全体其中会员的讯息哦 22818做多 22845就出掉 这多单两口就小赚54点 也是1万多块不无小补 那当然这时候投资朋友可能问说 老师我记得你说过 你的每一笔单都有依据 请问你22845这个点位怎么来的 为什么你的多单要在22845出掉呢 出场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哦 结帅利用我多年的技术分析的一个经验 还有智慧 累积起来之后 再加上 再搭配这个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其实早就研发出一套操盘软体 这套操盘软体叫做大碳级期货系统 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何为精算转折的功能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套系统 他每天在一开盘的时候 他就会计算出每天台子期当中的高点转折 以及所谓的低点转折 算出这些转折点之后 我们的会员朋友自然就知道什么点位 必须把多单出掉 什么点位必须把空单出掉 以今天来讲话 我们的系统其实在一开盘后 8.45分之后 他就已经告知我们的会员朋友 预挂做空22845 所以今天这个高点其实基本上可以空 但是空点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只好我们这套系统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22845可以去做空 那当然如果要做空的话 多单势必一定要出掉 所以你看我们的多单 为什么要出在22845就是这个原因 那出掉之后 如果你有这一套系统 你今天会在22845去做空 一样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 空完之后 我们都知道行情最低来到了22686 那当然22686这个低点转折也要抓到 我们的空单才会补得漂亮 那如何掌握到这个低点转折呢 刚刚我就讲过了 我们这套大碳级期货系统 它是可以计算出每天台子期当中的高点转折 也能算出低点转折 刚刚算出来的高点转折叫做22845 那低点转折呢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可以做多的点位叫22694 所以今天其实可以做两趟多单 第一趟多单就是开盘之后的一个抢反弹的多单 第二趟多单就是拉回的时候 在22649可以预挂做多 既然22649 694 22694可以做多 那么当然空单就要在这个地方把它补掉 所以做空停力看支撑22845放空 22694出掉 跌了302点 当然如果你有这套系统的话 你今天还会再做一趟多单 在22694做多 这笔多单进场之后来到10.52分 软体会员如果按照今天的支撑22694做多者 价差100点挂22794就可以出场收工 12点半之前刚好又来到了22794 我们又顺利的再赚一趟多单 所以今天讯息结合软体 我们今天多空双向再度大获全胜 各位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盘的时候没多久 我就建议我们会员做一趟短多 来到22845出掉之后先赚54点 接着22845放空来到22694补掉 跌了302点 最后22694再做多22794出掉再涨200点 三笔交易加起来共计涨跌556点 11万块又这样轻松入带 亲爱的投资朋友我讲过了 做期货如果你没有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 或者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带你来操作的话 就凭你的感觉跟猜测 你是永远赢不了期货的 你是永远战胜不了期货的 那么如果来找杰帅老师 也许你要花一些顾问费 但其实这个顾问费根本就是小儿科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今天光这样子掌握到556点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一年的会费就这样赚到了 我们一年会费不到10万块 一年的会费不到10万块 而且会同时给你抠讯 又会给你软体 空讯加软体一年竟然不到10万块 然后一天你就可以赚到这些会费 那还有什么好想的 花小钱赚大钱 才是最聪明的人所应该要做的决定 而不是省小钱赔大钱 你把这些会费省下来之后 结果你自己乱做一通 这些钱你还是守不住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赶紧下定决心 跟着专业人士 使用专业的操盘软体 跟着结帅走 财富就自然有 在这边特别恭喜我们的大探集会员 今天又再度的大获全胜 好讲完了今天台子期的日盘操作之后 我们紧接着来谈一谈 我们的一个台子期的夜盘交易 讲到夜盘交易我说过了 很多投资朋友白天上班 根本就不能操作台子期的日盘 因为不能盯盘 到了晚上下班回到家 终于可以操作台子期的夜盘 问题来了 每天你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回到家 你已经筋疲力尽 非常累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完全不想盯盘 也不想要看一下夜盘行情到底怎么样 那如何掌握夜盘的行情呢 非常简单大探集系统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做盯盘的工作 怎么样帮你做盯盘的工作呢 我们这套系统有一个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那如何帮你盯盘很简单 我们的会员基本上都是把系统 装在他们的智慧型手机里面 当系统装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各位你们就可以随身携带着它 而如果你不想盯盘的话很简单 只要打开我们这套系统的当中指标 然后再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而且完全不需要盯盘 而当我们这个当中指标 有任何的讯号出现的时候 不管是做多或放空或停力 它自然就会发出叫声 虽然你无法盯盘 但是你的耳朵会听到 我们的讯息的声音提醒 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系统出现了什么讯号 你就可以跟着系统的讯号来做动作 因此听到声音再看讯号动作 操作其后就不需要盯盘 我们的系统会带进也会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当然讲到操盘软体 投资朋友一定也使用过坊间 很多套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到现在 还在收看我的直播节目 还是不能成为赢家呢 原因很简单 其实结帅在这个期货界 已经至少看过 1000套以上的操盘软体 我发现坊间一般的操盘软体 根本就无法实战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套软体 它基本上都会有 5到10个指标跟模组 让你自己选 让你自己拆 让你自己判断 那各位 期货只有多跟空两个方向 原本你自己猜测 还有50%的胜算 现在5到10个模组 你的胜率 既然只剩下5分之1到10分之1 胜率变更低啊 各位每天选指标 你就选到一个头两个大了 你怎么可能会赚钱 对不对 有鉴于此结帅 就刻意把我们这套系统的 当充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充指标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会员朋友 就完全不会选错指标 因为只有一个 而结帅在直播节目 所讲的指标画面 保证 跟我们会员所看到的画面 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来找结帅索取100倍的惠备 这个在这里是同手无期的 我们得说的指标 就是我们会员所看到的指标 因为只有一个 那做法更是简单 只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做法跟着箭头操作 首先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就可以直接进场 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就可以直接进场 看到新兴服务就可以停力出场 那我们再看一下 昨天夜盘的操作 昨天夜盘操作非常简单非常轻松 就是一个做多讯号 各位昨天夜盘是不是大涨 各位这个箭头向上 你应该看得懂 就是要做多 当这个箭头出现的时候 我说就算你不能盯盘 你只要打开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箭头只要一出现 我们系统就会发出叫声 通知你赶快做多 当你耳朵听到叫声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箭头向上 你就直接做多 来到这个新兴服务 系统会再发出一次叫声 会通知你要把多单停力掉 这样一段行情上来 你就可以大赚117点 一口单就赚了23400块 请问各位将日积月写下来 你一个月下来 可不可以再多赚很多钱 当然可以 而且是完全不需要你盯盘 这是第一种操作方式 那第二种操作方式 就是跟着探极星星进场 所谓的探极星星就是 停力提醒讯号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讯号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行情已经涨太多了 不能再追高了 这时候空单就可以接着进场 而当你看到空单 停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代表行情已经跌很深了 当行情跌很深的时候 还要不要追空 当然不要追空 这时候多单就可以直接进场 刚刚各位所看到的画面 是这里做多 然后这里停力掉 其实在这个地方可以短空 这一趟短空下来你还是可以赚个三四十点 所以不管你昨天用什么方式 在夜盘的行情里面 你做多也能赚钱 做空也能够赚钱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希望投资朋友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是一个属于不能盯盘的投资朋友的话 你当然需要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 来帮你做盯盘的工作 让你的操作更轻松更愉快 那当然在10月份 结帅推出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专案活动 10月份是结帅的生日 结帅的生日在下个礼拜三 10月16号 这个寿星专案就是我要全面扩大四代活动 亲爱的朋友 如果说你今天手头上有100万以上的资金的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报名这个四代活动 原则上 过去结帅是要求300万的资金 我才愿意让各位来做 参与这个四代的活动 由于10月份是结帅的生日 所以我现在降低门槛到100万 只限定10月份 10月份一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恢复到300万的门槛 所以各位 一定要把握10月份这个机会啊 超盘资金如果100万以上都可以参与 参与什么 参与四代活动 代单成功再成为正式会员 四代的过程当中 你完全不需要事先缴交任何费用 等到结帅代你赚到钱之后 你才需要缴交费用成为正式会员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全面四代 这个好消息 我一定要利用这个直播节目跟大家报告一下 如果你现在手头上100万的超盘资金的话 赶紧来报名四代活动 这个报名专线是0800370888 那这四代活动基本上你只要100万以上 甚至于300万以上你都可以来参与 以今天来讲话 我们怎么做 各位看一下结帅今天参与四代的这个投资朋友的做法 你看完保证傻眼 各位这8045分一开盘 我就告诉我们的会员 这个清代的会员 四代的会员 10月期指挂定价22770 做多10口大胎子 好来做多10口大胎子 这个22770就是开盘价 我说了今天开盘价为什么可以做多 因为开盘并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300万以上资金的投资朋友 就直接买进10口大胎子 然后各位这行情冲上去之后 其实我抓了100点的停力 你看一下多厉害 9.01分请你仔细看 10月期指22770的多单 挂22871平仓 然后还没结束 同时挂22871反手做空 10口大胎子 这个转折实在是抓得太漂亮了 各位我们今天刚好起货 早盘先赚100点之后 再放空下来 各位你看一下 来22770做多10口大胎子 扣掉一点成本22871全部平仓 这100点乘以10口单 已经扣掉成本了 就等于1000点 20万轻松入贷 20万轻松入贷 接着又反手做空 来各位 我刚刚讲的22871 我们把多单卖掉之后 我告诉会员要反手做空 证据在这里 再念一遍 10月期指22770多单挂22871平仓 同时挂22871反手做空 10口大胎子 各位所以这个百分之百 穿价成交 因为9.01分就挂单了 空下来之后 各位刚刚我所讲的 我们支撑点在22694 所以我们一样 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22871的空单 挂22693平仓 挂2693平仓 先预挂停准 一样设22971 这扣除掉一点成本之后 共计177点 乘以10口单就是1770点 价差354000块 所以今天的交易有两笔 第一笔做多上去 第二笔放空下来 总共赚了554000块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第一笔单赚100点很漂亮 而且手续费也算进去了 我们抓一点的成本 价差20万 价差354000 总共价差多少 554000块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要告诉大家 并不是这个绩效的重点 我是要告诉大家 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老师 他一定会欢迎 全国投资朋友 踊跃的来试单 我说了 我会无条件 无限制的 一直开放世代下去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 很多投顾老师 他本身没有实力 每天都在他的直播 在他的节目 每天都说他大赚大赚大赚 但是呢 其实你参加他之后 有没有真的大赚 我相信你参加过的 你就知道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有很多老师 都是用骗数来骗投资朋友 我在这里非常不屑这些老师 于是我为什么要开放 这个世代活动 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 有本事的老师 他应该是要先让 投资朋友来见证他的专业 所以应该要勇敢的 开放世代 让所有的投资朋友 可以直接来试做看看 看看这个老师 到底有准还是没准 我觉得一个真正有实力老师 应该要这样做 那其他老师 为什么不敢开放世代 很简单嘛 因为他们节目所讲的都是夸大不实的言论 所以他们当然不敢让你来试单 那其实说为什么敢让你来试单 我说过了 一间餐厅 如果他的东西好吃的话 他一定巴不得 全世界所有人都来他的餐厅试吃 一位好学生 他会怕考试吗 他当然不会怕考试 他巴不得每天考试 因为在考试当中 他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 因为他已经准备得很好 很充分了 所以每次的考试 他都能够考高分 那就像结帅一样 为什么在这里 我诚挚的邀请大家 你的资金只要100万以上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 可以来参加结帅的世代活动 因为结帅是有真枪实弹的一个专业能力 所以我可以带你的在这个市场上轻松获利 而且我说过了 用这个方法 各位你才能够 真正的见识到一位老师的专业 而且我说了 我的世代活动 一律不会事先收费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你用资金我用专业 我们两个合作来做一笔单 就像今天 你有你的资金300万以上 我用我的专业带你操作 赚到了55万之后 你只要从中间拿出一部分来 绞交会背 成为我的清代会员 你会不会很愿意 你当然会很愿意嘛 因为这一笔钱 是我们两个合作所产生的真实获利 所以你一定会非常乐意的 想要继续的跟我来操作 这也是最投资朋友 最有保障的一种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 完全没有机会骗到各位投资朋友 第一件事情 我来让你参加世代活动 有没有要事先收费 没有 完全不事先收费 第二件事情 钱在谁身上 在你身上 因为没有事先收费 钱又在你身上 下单的地方 也是你自己选的 所以请告诉我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骗到你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骗到你 唯一的一件好处就是 你不用先缴费 而且可以直接见证结帅的专业 所以欢迎大家 永远来报名世代 这个报名世代的方法很简单 股票期货选择权通通都开放 第一个如果你是Lite好朋友 麻烦你留下手机号码 我们现在Lite里面的好朋友 有五万多人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用文字讯息的方式 来告诉你这个世代活动的内容 你留下手机号码之后 专人会跟你详细一对一的说明 透过电话一对一的说明 你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这个世代活动怎么做 那如果你不愿意留电话 就代表说 你没有诚意 你有戒心 那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那第二种人结帅最喜欢 就是亲自来电 报名的投资朋友 这种人就是百分之百信任结帅 很乐意 也很有决心的来参加 想要来参加结帅世代活动 他就会主动拨打 0800370888 我希望你是很有诚意 很有决心的 想要来挑战结帅专业的投资朋友 而且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世代是完全不会事先收费 等你真的赚到钱 我们合作成功赚到钱之后 你才需要办理这个所谓的入会手续 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 结帅下个礼拜三 10月16号生日会来一个大放送 51岁的真情告白 结帅今年迈入51岁 我推出了两个special的专案 第一个专案叫做四倍奉还专案 投资朋友什么叫四倍奉还专案 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的话 可以直接来电询问 第二个方案 投资朋友 如果你很希望借由金融商品 借由金融商品赚钱提早退休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终身好友退休专案 终身好友退休专案 这绝对物超所值值得信赖 投资朋友如果对这两个专案 很有兴趣 好奇想了解的 欢迎各位大方的直接拨打 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0800370888 不管是四倍奉还专案 或者是终身好友退休专案 全部都是物超所值值得信赖的专案 欢迎投资朋友来一点咨询 好了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期货市场 归缺多变 唯有实战 财势忘道 每周一直周五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光纯期货 有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定底字 真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